這個市長問到這個 因為聯合報經理 訪問一個藍營的資深幕僚 他沒有寫名字 你敢放話不敢據名 我覺得很奇怪 那這藍營資深幕僚也許我不認識 但是我跟你講 我的朋友黃偉翰一定認識 你就出來講你是誰 他說韓國瑜做公益 他說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要粉有粉 我在想說你到底是在 你在幫韓國瑜還是在害韓國瑜 我們看 你說這個要錢有錢 你會比郭台銘有錢嗎 不太可能 韓國瑜那個基金會才1000萬而已 你說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你的人會比慈濟多嗎 也不會 也不可能 慈濟做這麼多年了 那你說要粉有粉 其實剛剛這個市長 你說這個大恩森林公園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一路跟著韓市長 這個2019年 全國各縣市場跑透透 大恩森林公園那一場 是人最少的 因為他不是選舉造勢 他也不是什麼穿雲件 他這是一個新書發表會 他的定義很清楚 你又買書的 然後呢 前期盤名可以跟我這個抽獎 抽到獎就可以合照什麼的 他的流程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什麼 剛剛你點名的藍營的大歌聲 都沒有人去 他也沒有邀請 他就很單純的把書中的12位主角 當作這個整個新書發表會的這個主key 然後韓國瑜出來講幾句話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你說1萬多人 就說1萬多人人有很多嗎 其實沒有很多 我覺得大家都這個過度的解讀 所以我回應剛剛鍾信兄的指教 五股勢力不管是五馬分事務 或是柯市長講五福林門 我要告訴觀眾朋友 國民黨如果團結就輸定了 我再講一遍 國民黨如果團結 照鍾信兄講的五股勢力 整合起來國民黨就完蛋了 我解釋給大家聽 即便是韓國瑜要付出 我非常同意堅哥講的 你要選就出來講 就說我要選台北市 或是我要選桃園 你要選什麼 除了高雄你不能選之外 你任何地方都可以選 所以你就大大方方的出來講 那即便是韓國瑜要選台北市 或桃園市不管 包括剛剛中興講的五股勢力也好 我請問大家 國民黨要不要改革 國民黨的問題在團結嗎 國民黨問題怎麼會是團結 國民黨要是改革 國民黨現在內部出了問題 趙紹康說他要改革中常會 中常委說那你不要選 馬上趙紹康就被封殺 不准他選 不是這樣子嗎 趙紹康沒有要大刀擴犯 他只想改一個中常會就被圍剿 那我現在講說 我不是針對韓國瑜 任何一個國民黨要選2022 2024人 國民黨不用改革嗎 那五股勢力大家抱在一起 你就會應驗黃瓦漢講的 2024再輸一次 87%是民進黨連任 所以國民黨的問題不再團結 國民黨爛透了 國民黨要的是改革 國民黨裡面問題一大堆 時間有限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國民黨2016為什麼輸 2020為什麼輸 一定有他的原因嗎 有人檢討過嗎 沒有啊 沒有人去就輸了就輸了 我們要團結 我們要幹嘛幹嘛 我們要重返執政 國民黨為什麼輸 沒有人敢談 也沒有人願意談 所以我很大膽的挑戰我的前輩 鍾信兄的意見 國民黨的這些 各個三頭沒有錯 鍾信兄分析的有道理 但是這些三頭呢 他們各有他的這個立場 不能團結 整合是沒有用力 不會有人整合成功的啦 好不好 雞兔怎麼可能會統籠呢 Yahuu